请你点赞 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好 喂 来 吃一个 好 什么 季丹阳出事了 好 丁姐啊 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 离开你的世界 我就不该下宣言 队长 怎么回事 季专家坠崖 白慧把他救回来的 现在正在想救 黄妹 对不起 我现在肠子都回清了 我就不该自己下宣言 我就不该让你去 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行了 张军 情况怎么样 头部受伤 正在想救 我们都在等消息 夏院长 情况怎么样 幸亏送来得及时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头部受了重伤 现在还在昏迷中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不好判断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救治丹阳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召集省城的专家 和本市的专家 一起汇阵 丹阳 记专家 丹阳 记专家 请不要动他 让他要手术 丹阳 该怎么就成这样了 怎么就成这样啊 别担心啊 白慧 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 丁洁 起大过一次 停止检查 是 庞红梅 暂停专项组的工作 做深刻检查 是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立刻执行 是发现场还有谁 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 现在具体情况 正在调查 白慧 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 是 你去东山做什么 是 实际 既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 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 后来我家里有点事 耽误了后续的东山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 那 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 我知道他要去哪儿 我没想到 我刚到犀牛角崖底 我就看见他 他 他从山崖上掉下来 那你去东山的时候 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什么时候 上去好一会儿的 没有看见什么人 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 有谁知道吗 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 鸡专家电话 约我去东山 身边有 洛珊珊 张灵 杜芳 再没有别人了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吧 林阳岳 朱蕭 军专家应该是在这儿 挨了一下 军专家挨了重重的重机 应该倒下才对 怎么会过洛山崖呢 队长 要是我 我也会先下 这事吧 不能全怪丁键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是 东西啊 谢谢 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 头在这边 脚在那边 这旁边不是石头 就是树木 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 依我看 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 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 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 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 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 救了被害人的命 白慧 你当时 发现鸡蛋油后是怎么处理的 我当时也懵了 他 他后面不醒 然后头后面都是血 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 因为不确定伤势 我没敢移动他 就赶紧跑去找人了 那请 最主要吧 就这个 机疗我觉得还是两个问题 有点偏差 我觉得这个处置 可能会有点偏差 咱们是比较重新试围的 细温 这是丹阳出事前 踩到了监控室 就为了这么点惊控室 就为了这么点惊控室 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丹阳太冲动了 他也是为了水滴工程 裴照 这些够用吗 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那这个 我替丹阳保管 你怎么办 真没想到 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 今天人就躺着了 参参 以后你离白慧远低点 你没发现吗 他就是个祸头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脱不了感性 你胡说什么呢 这白慧是救他的人 救他 那他为什么被专案做审查啊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 那是问询好不好 行 我不跟你说了 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睛 我早有吃亏 真是 后妹 后妹 等一下 你现在被停职 你要想见他 这得队长批准 别让我为难 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那 那我就见他一眼 我就站在这儿 我不进去 行吗 白大夫 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 您真的不能进去 调查 我不管 让我进去 你不能进去 我怎么不能进去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 我当爸爸呢 给送饭怎么不行呢 白大夫 我们会给他打饭的 这是规定 还请您配合 你们给他打饭 你们给他打饭 我不放心 他吃我都吃不完了 你让我进去 来 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 注意态度 白大夫 对不起 他们态度不好 我呢 向您道歉 陈队长 我们家小慧 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没完没了地接受你们调查 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想知道 白慧呢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 我会亲自送他回去 用不着 我在这儿等他 你们快调查吧 好 那您稍等 我进去看看情况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白慧并没有想伤害 季丹阳的理由 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 这样吧 你先让他回家吧 你先让他回家 队长 这是记录 好 这一天就累了吧 先歇会儿吧 好 先去做坏 爸 晓慧 晓慧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上东山了 东山 东山 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 还没有结束啊 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 出诊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 你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 然后你自己上去 我说得没错吧 晓慧 你说爸爸欺骗你 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 看着都过去了 说看见你上东山了 就在犀牛角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是 爸爸是先出诊 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 上山去采点药吧 家里的草药不够了 我不采怎么办呢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爸爸过去采药 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 什么时候爸爸必须给跟你汇报一下呀 可是爸你知道吗 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 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 还怀疑我一直在替人隐瞒 我不敢说呀 就是因为你呀 爸 因为我什么呢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书了 霍书会说他遇见你了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 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我逃什么呀 公安来问我好了 我怎么了 有一点你给清楚 爸爸是行医的 是救人的 不是害人的 那爸 那 你看见鸡蛋羊了吗 为什么鸡蛋羊就给我看到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 有这个逻辑吗 是你让我去送药 我没来得及跟鸡蛋羊会合 然后他自己上去了 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爸 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我 你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 我不是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没让我上去 然后你自己在上面 好好的蛋羊怎么就掉下来了 你这个问题 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 我告诉你孩子 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 鸡蛋羊是你救的 别再捣乱了 好不好 我做饭去 爸 像个孩子 真是 跟爸爸调上劲儿的 爸爸 小慧 爸爸 爸爸 爸爸对不起你 爸 你以后一个人要拯护好自己 爸 爸 小慧 别动 对不起 爸 就是不想你离开我 傻孩子 爸爸能说得离开你吗 爸 我们离开这儿吧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去乡家 去乡家种地 你要是没力气干活 我养活你 或者 或者去海边当渔民 反正走得越远越好 小慧 做噩梦了吧 考力气吃饭 你连自己都养不了 还养爸爸呀 爸爸不会拖累你 我 不怕你拖累 我就是想离开这儿 爸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当然 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你真的没有上冬山 看见鸡蛋羊 小慧 爸爸说多少次了 没有没有 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你怕什么呢 你看看 我们家 爸爸是行医的 你是护士 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 没做过坏事 你怕什么呀 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 别人不了解爸爸 你还不了解吗 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 你相信爸爸吗 好了 好了 别折磨自己了 小慧 爸爸去吃饭 赶快下路去吃饭 好吗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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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 去吧 我觉得我 我 我 你前面 我来 我去的 把他叫起来吧 小慧 小慧 快醒醒 看看谁来了 白叔叔 小慧 想叔叔了吗 白叔叔 我爸爸呢 你爸爸出远门了 要很长时间才回来 你爸爸呢 让叔叔带你走 来 看看 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 保存好了 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愿意 现在 走 有战高了 流氓 那我们走了 再见 慢走啊 好 好 木兰花 你的开在哪 木兰花 我心中发芽 优优 李疗老师 你我的优秀 有战高了 有战高了 辅 Passion 刘莲 你会得 还有战高了 当我心中发芽 我心中发芽 你的家 我心中发芽 广而感谢 是呀你的背影 老輝 你又 小孩啊 來 吃飯吧 嗯 來 吃飯吧 吃飯吧 怎麼樣 媽媽給白這個喜歡嗎 喜歡 還行吃飯 嗯 大口吃 嗯 梵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治 梵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治 無欲無求先發大慈側隱之心 無欲無求先發大慈側隱之心 誓願普救韓鈴之苦 若有極惡來求救者 不得問其貴賤貧富 長幼言痴 怨親善友 懷疑於智 普同意等 皆如至親之想 亦不得瞻前顧後 自律吉凶 顧惜生命 一輩rales 超過dalptions 美達 金戀師 za來jal 살�Work 我們張個禮 Shintani 金戀師 軍戀師 戴阳 戴阳 你在香港都没事 在炉门你也一定可以停过来 爸 我上班去了 小慧啊 你现在去上班 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 要我说啊 你还不如在家休息 请两天假 我不想请假 丹阳还等着我照顾呢 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 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 再说了 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 就差你一个了 差 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 丹阳也一定会怪我 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 如果我去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乖爸爸 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 爸 丹阳还在昏迷 你能不能治好他 丫头 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 行不行 这 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 为什么丹阳不行啊 这 这不是一回事啊 都是救人啊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 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 治活了就行 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 那记专家行吗 记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 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 治不好呢 后果你想过吗 那还能比现在差吗 好了好了孩子 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 给他治的 不操心了行吗 真是 真是 这是履历表 还有革命后的简历 您看一下 好 好 队长 队长 给我派个任务吧 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 但我不想闲着 什么任务都行 专家组现在需要二十四小时 保护记专家的安全 现在人手不够 我跟张局请示过了 你可以去陪护记丹药 什么 陪 陪护记专家 你都可以说 你怎么会去啊 都可以去哪儿了 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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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专家 葛云洁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 你就让我回来照顾太阳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 你看你眼睛都红了 白慧 其实 我跟领导争取过了 我也替你说过话了 但是领导说呢 如果你不想休息 想继续工作 那你最近只能在一楼工作 不能去纪专家所在的二楼 为什么 领导嘛 肯定是想谨慎一些 你理解一下啊 我不理解 葛云洁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都做了 难不成 他们是会黑我腰害带呀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这样 最近呢 纪专家那边 我会让张玲跟珊珊 多照顾一点 你别多想 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啊 肖院长 张局长 初工 肖院长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 专家们也是刚走 那 有治疗方案了吗 有两个治疗方案 但是 都具有风险 既专家头部受了损伤 压迫了中枢神经 即便是醒过来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瘫痪 未来会怎么样 不好判断 这么严重啊 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 就从北京上海请吧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就职丹阳 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 关键是 北京离卢门有七天的路程 这七天对纪专家来说 有太多的不确定 不确定 这意味着什么 会恶化 一旦病情发生变化 危险会很大 辛苦了 没事 他怎么样 老样子啊 真让人担心啊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看夏委员他们 都在想办法呢 好 你回吧 这里借给我 行 辛苦了 我去 汪总之 纪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 这事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啊 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让白慧 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别停风就是雨的 这说明不了什么 我先走了 辛苦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供出的港湾 牺牲别一次讲完 说有嫌疑应该彻底停职吧 怎么还能俩上班 或许就是没问题呗 没问题为啥不上阿龙 这种事说不清楚很麻烦的 谁知道是纪专家先约的白慧 还是白慧先约的纪专家 你们两个 议论什么呢 发生这么大事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就是 容易说 您比我们更清楚的人事 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瞎打听 白慧是就论纪专家的女英雄 她什么事都没有 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 不准你们瞎议论 那谁知道 这好刺激啊 刚才说什么了 啊 道尔破风是吧 赶紧走 白慧同志 我来帮你 我自己来就嫌 陆秘书 纪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 我知道 你说我也去了 不过我是相信你的 你一直进来了邀请 谢谢陆秘书 你有些实话就太老实了 你说你跟纪专家 走那么近干什么 明明是他自己 要去东山找石头 那害得你收钱呢 找时间啊 我得跟那个夏眼睛 好好说说 不能组院好人 是不是 这 你说是不是 我明明月领导想起身一点 但是我温馨无愧 是 那是肯定的 不过就一句话 不能委屈着自己 耿云姐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 不好意思 陆秘书 耿云姐 你看看啊 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陆秘书闻着风就来 可云姐 哪次都是你帮我继位 谢谢啊 干吗一天绑个脸啊 这还是我认识的白慧嘛 来 我跟你说一下 护士办公室毁生的事 你都没睡好吗 白慧 我没写 这两天都没睡好吧 一不也是一样吗 我听说你被停止了 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的 组织有任何处罚 我都接受 家居长不是你的老师吗 也许等他蹊跷了 你就能复制了 这件事情上 对我严厉是应该的 是我的问题 孟美姐 我真的好内疚 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 跟他说起牛角的事 不怪我知道 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 小灰你知道吗 我和季丹阳 在香港出生入死 他都没有倒下 我没想到 他在炉门躺在这儿了 我那天一直在想 到底是谁 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 我听东升他们说 你那天在犀牛角 没有看到任何人 是真的吗 小灰 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 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想一想 认真想一想 那天在那儿 到底又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我想过无数次 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 我没有看到过他 我没有见过任何人 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去求求你爸爸救救鸡蛋药 好吗 我问过他了 他说他心里没底 就抓这个去抓药 完了按时服用 五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 好的 回去好好吃药 你这咳子还真的挺厉害的 谢谢白大夫 这是饭后还是饭后 饭后 白大夫 清零一定要治好鸡蛋药 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 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 庞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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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有事啊 你也没病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白大夫 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 治病 你有什么病 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 得的是心病吧 我相信 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 就一定能治好鸡蛋药 张阿水是特务 我给他治病的就是 死马当活马医 能保证他开口说话 交代问题就行了 鸡专家能跟他一样 鸡专家那是专家 他不是治醒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 小慧这不现在 还不清不楚的呢 我再来这么一出 行了 所以啊 办公安 你们哪 还是应该把鸡专家 送到省城医院去 白大夫 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 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 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哪 送到北京 上海 武汉这些大城市 反正不能耽误 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 就是请您出马 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 又治好了重伤的扎阿水 我相信 我相信您的本事 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 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 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 您也得试试啊 办公安 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 我被怀疑了 现在这部小会 还在接受调查呢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 我这种压力我 我不敢吃 白大夫 您之前说过 医者人心 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这鸡丹羊 见死不救的 我不是见死不救 不 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 还有人信我吗 我信 我和白辉都相信 您一定能治好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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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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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闷在屋里 饭也不吃了 快吃吧 小辉 怎么的 不离爸爸 忙什么呢 找药方啊 真没用功啊 大药一定能好起来 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 小辉 小辉 跟爸爸说说 你是不是很在意 那个纪专家呀 是 我在意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跟珊珊和冯美姐一样 爸爸知道 这纪专家嘛 是好人 可是小辉 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 他是专家 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 专家也是人 是人就要救 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 如现在开始 你这个人远大 为什么 为你好 我不 会跟爸爸说不了 你长大了 爸爸的话 多于他了 爸 葛云姐说 他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 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 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爸 我不想 我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 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 做替稿研究 我不想他终身瘫痪 一辈子躺在床上 爸 爸 我求求你 你救救他 只要你能救好他 救救他爸 他 他没有救救他 我 很送他 他 有什么事 他不想他 有什么事 他不想他 损彼一己 悟情疼患 旷于人乎 夫杀生求生 去生更远 无今此方 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 良由此也 难怪人们说呀 这世上啊 最难做到 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你想让白明翰 给季丹阳做治疗 是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是 我是怀疑他 那你还想 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勇敢的理由 在你的眼眸 像对不用说出口 一样的感受 无论去哪 无论去哪 切般出发 执着以沉默表达 送你这一切 回忆成铁柳 香火 前已冲 先功赴铜铜举 青春中花成心斗 温暖在心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会收年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